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2月6日报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说 俄乌冲突正在接近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存在通过政治谈判来结束这场 已经持续10个月冲突的机会 米利当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华尔街日报首席执行官 理事会峰会上谈到政治谈判的可能性时说 这很有可能是有可能性的要看情况 他说现在可以说或许双方都不准备谈判 但公平的说泽连斯基总统本人曾表示 这场战争很可能以某种谈判的方式结束 我们政府中的一些人也说过同样的话 米利几周前曾表示他认为谈判是可能的 但这要由乌克兰来决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日在首席执行官理事会峰会上说 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把俄罗斯赶出他在2月24日出兵乌克兰后占领的领土 塔斯社12月8日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8日在记者会上说 只要基普拥有政治意愿 俄乌冲突可以在任何时候结束 据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前表示 俄乌冲突或将于2023年划上7月号 佩斯科夫就此评论道 这一切何时结束 对此问题可以讨论到精疲力尽 泽连斯基清楚 这一切何时会结束 只要有意愿 明天即可结束 针对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黑贝施特赖特 有关乌克兰在防御问题上 不必局限于本国领土的说法 佩斯科夫给出评论称 此类言论无疑会鼓动 吉普实施新的军事行动 将艰难时期越拖越长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